传统的美术教育按照家长的意愿 往往以孩子能不能画出一张漂亮作品为目的 导致忽略了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更加重要的环节 例如创意思维的训练 规划能力的培养 天埔美术学院正式看到了这一点 从而规划出一系列的特立独行的整体美术教育体系 一起来了解 与传统美术教育相反 天埔美术学院教育的创新是从孩子的整体教育着手 以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把发挥孩子的创造性放在首位 不偏重技能传授 尽量做到为孩子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 并鼓励孩子通过绘画去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感情 以绘画为媒介带动创造力的发展 实际上他们未来的优秀是这个创造力的表现 所以说呢这个部分的课程说实话是我们花了大量的心思在做研究 所以那么这些年来一直呢一届一届的学生在这个系统下成长 我记得有一个小女生来的时候很小 后来到高中的时候她在高中她在学校里搞了一个club 就是中国画的club 她这个孩子其实资质小的时候很普通 后来呢去了Berkeley 所以妈妈就特别开心 我也觉得很高兴 据了解 天埔美术学院CTA整体教育体系的建立 历经16年不懈的探索和修正 以孩子的成功案例数据为准 目前在南加地区 天埔无疑已经成为遥遥领先同业的品牌专业美术学校 国际卫视记者唐李正天埔师采访报道